共产党在中国 回首文革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史称十年浩劫 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 影响之深 范围之广 时间之长 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 要为各位做系列报道 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 历史事件 冲击和影响 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 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泄泪实录 向大家呈现事实的真相 今天为大家介绍 上山下乡骗局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 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 送到乡下去 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 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这段话 许多中国人太熟悉了 他们会想到当年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会联想起文革 会不堪回首 其实上山下乡并不是文革的产物 它开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 1955年9月4号 有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市青年志愿啃荒队 抵达黑龙江省 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啃荒点 随后 20多个省市组成了青年远征啃荒队 到北大荒啃荒 从1955年到1966年 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 文革期间 上山下乡达到高潮 一直持续了12年 一共有大约166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张明说 年轻人嘛 哎呦 当时听的是热血沸腾 在加勒语讲 说内蒙古草原那么的美丽 生活又很有意思 1968年到山西插队落户的天津知青杨阳 也有同感 挺高兴的 广阔天地大要作为 年轻人嘛 家里段段的见识见识 觉得好得不得了 地主老财都逗倒了 天下中东当家做主 又是人民公社 大家是集体劳动 看着电影里边 在地里边又唱歌 大家高高兴兴的 觉得那个农村空气又好 阳光又好 天是蓝的地是绿的 就那个想象的 那个把现在去郊游的那个景 全放在那个农村里了 可其实根本就不那么回事 张明也有这种感觉 中国的农村并不是像当时文化革命史所宣传的那样 哇 社会主义新农村 什么事情都怎么怎么好 有理想破灭的感觉 知青们还发现 贫下中农并不能给他们以再教育 天津知青张虎晨说 他们受的教育很少 他们确实很闭塞 很落后 我们并不认为 我们能够真正的从他们那里接触到什么再教育 天津知青杨阳说 夏季之前呢 就说平亚中农务觉悟高 我们要接受他们再教育 但夏季之后发现他们觉悟还没我们高了 叫平亚中农务给我们一苦思甜 可是他那水平太差了 对地主的那种愤怒 对新社会的热爱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些阶级觉悟不高 知青们开始犹豫 动摇 哎呀 自己能跟他们这些人混一辈子 北京知青张明说 开始天天面对广阔的大草原 不是想象的那么有意思的生活的时候 有的知青就提出来了 哎 张明 你说咱真的在这待一辈子呀 那咱在这结婚生孩子吗 哎 说的一下大伙全愣了 一想 哎呀 那我找老婆就在这里找吗 问题还远远不止这一点 在文革前 知青下乡多少还有一点自愿的成分 在官方的公开口径上 知识青年是去支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但是从1962年以后 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 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推动下 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 已经开始带有强迫的色彩 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 129万知青中 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 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 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2006年 中国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无声的群落》 就是一批文革以前到四川大巴山区 落户的老知青撰写的回忆录 这本书的主编 美国海因波特大学历史学教授邓鹏 就是1964年下乡的重庆之青 到了文革时期 知青上山下乡的目的变成接受再教育 上山下乡成为各级政府强制性的任务 到家里动员 在工作单位施加压力 注销城市户口 停发父母 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 手段不一而足 一些地方的口号是 下乡光荣 不下不行 1975年下乡的天津之青张虎晨说 当时没有选择 按照当时的规定 我必然要下乡 在美国的作家乌一毛 是1976年下乡的安徽之青 当时叫你去你就得去 当时能够想马路都情愿 不要下乡 没办法 在乡下 执行遇到的问题比比皆是 1972年12月20日 福建省莆田县城乡镇小学教员李庆林 写信给毛泽东 诉说自己的儿子在下乡中遇到的生活困难 1973年4月25日 毛泽东父亲说 李庆林同志 寄上300元 辽补五米直吹 全国类似事件甚多 荣当统筹解决 于是 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间 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讨论解决知青问题 会议期间 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 揭露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数百名县义军官 强奸数百名女知青的情况 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查处 不要手软 李先念说 这些人不是共产党 是国民党 至少是国民党行为 结果 这些罪犯都被枪毙 但是 李庆林的信 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知情的命运 反而掀起了另一次上山下乡高潮 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 又有750多万人上山下乡 与此同时 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 在1976年5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 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 特别是兼屋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 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这时 知青都在想方设法回城 北京知青张明说 越到后期的时候 事情就越低落 大家都是想着怎么能够尽快的返程 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办 当时 所有高级干部的子女 即使是下乡了 也都先后以当兵 招工 提干 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 离开了农村 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 在他还没有付出的时候 就被送进大学 毛泽东本人也曾经推荐 多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女青年进入大学 中国国务院当时也承认 干部走后门 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 天津知青杨洋说 同学们一个个走 谁的父母解放了 就走一个 谁走的你就知道他父母解放了 或者说他那父母有的还没解放 但是他通过他的老战友啊 转啊 都到他老战友的部队里当兵去了 人们一直在猜测 毛泽东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正原因 是什么 有人说毛泽东是带有乌托邦 理想的诗人 想培养新型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知识青年 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而一定要让次先进的贫下中农承担重任呢 而且毛泽东以后再也没有对知青问题发表过任何具体指示 毛泽东给李庆林的复信显示 他十分清楚上山下乡问题重重 但是他只模糊地说要统筹解决 1976年毛泽东对知青问题还做过一次模糊的批示说 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 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 毛泽东对解决下乡知青问题既没有成熟的想法 也拿不出具体建议或者指示 更没有说过再教育需要多久才算完成 这些革命事业接班人在他心中的分量何想而知 有人说毛泽东在1968年要稳定局势 所以要把造反的红卫兵赶出城市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毛泽东从来没有明说 早在中共建政初期 这个原因就形成了 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 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 还不可能马上就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 加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 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 现在需要量很大 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一个月以后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的暗语中说 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 到哪里去找呢 其实人是有的 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同年12月 毛泽东谈到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的工作 他说 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随后 在1956年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 应当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7年4月8日 刘少奇主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指出 最农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 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 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 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1962年5月27日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 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 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 1964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同时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 由副总理谭振林担任组长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谭振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 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万到1200万之清 这一切都充分显示 早在文革开始以前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已经成为中国的既定经济政策 文革开始以后 1966、1967和1968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积压在城里 大约有1000多万人 此时中国共产党再次动用上山下乡的既定政策 1967年7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1967年12月22日 中国教育部向中共中央报告说 毕业生不分配出去 新的学生进不来 毛泽东随后在1968年4月批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 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时说 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面向农村 边疆工矿基层分配 当时工矿生产规模比文革以前还小 根本无法容纳更多的工人 结果只有农村和边疆可去了 这时中国官方借助文革的极左思潮 顺势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加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 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 1968年12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公布了毛泽东在12月11日发出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 把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政治化 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引起热烈响应 仅1969年一年 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毛泽东平息了红卫兵运动 解决了城市人口问题 也就不再考虑这些知青的前途和命运了 1976年文革结束了 但是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1977年和1978年仍然有大约220万知识青年下乡 而且计划在1979年下放80万知青 不过重新执政的元老派官员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978年3月 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表示 国家花了大笔资金 却买了四个不满意 就是知青不满意 家长不满意 农民不满意 政府也不满意 他说 现在搞上山下乡 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 农民不欢迎 城市人下去 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 我们的第一步应当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 1978年7月3日 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 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终于提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 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原则 加上了城市安排这一条 此举让700多万在农村的知青闻风而动 从1978年底开始 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 请愿等活动 要求回城 1978年10月 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 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 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 集体卧轨抗议 中共上层赶到震惊 随即派出调查组 1979年1月 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 发出不回城 误宁死的口号 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 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 北京知青吴向东当众隔腕自杀 三万多名知青跪在地上 齐声高喊 我们要回家 其场面震撼人心 连调查组组长和一些成员 都不尽为之动容 1979年2月 中国官方终于承认 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 不到三个月 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 全国各地纷纷跟进 到1981年已经有六百多万知青回城 在云南的知青的抗争 促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 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历时12年 先后有166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 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 绝大多数知青耽误了学业和事业 失去了最佳竞争年华 上山下乡运动 毁了他们的一生 与此同时 中国在20世纪后期 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 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 99%以上的知青 最后都返回了城市 用行动否定了这场运动 也有一些知青认为 那段艰辛的经历磨练了自己 是人生中难得的财富 有些知青当时也是苦中有乐 内蒙熟悉的时候怎么过春节呢 我们叫串包 各家各户 家主人都准备一些月饼啊 一些果子呀 炸好的 有奶豆腐 奶皮子 奶茶 奶油 还有炒米 然后几个牧民或者是知青 大家相接 挨着包 骑着马串 大家互相问后 然后就是吃 每一家只能吃一点 牧民呢 他们喝酒以后 半醉不醉的 骑在马上 草原上大家伙唱的歌 哇 银海的毛主席 他上次猛文了 忽恨得太了 就左右晃悦了 当时的感觉 这个很开心 为村里接生了七十多个孩子的赤脚医生 天津之情杨洋 在离开农村的时候 还有些恋恋不舍 农民对你的那个感情啊 确实特别深 我走的那天 有几十个父亲抱着他们的孩子 站在我们那主要街上送过 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我接生 最大的有三岁了 很多人都特别激动 我当时也特激动 而且我有点恋恋不舍 我倒不是说 不愿意离开那地方 我就觉得我为这个地方付出的太多了 五年的青春啊 都撒在这个地方了 但是他们也同时表示 如果再给他们一次选择机会 他们不会选择这条看不见前途的路 那恐怕不会做这种选择 如果说你要让我在那待上 五年八年十年 甚至你会让我在那成家立业 待在农村 那我想我是不会干的 我不会想想 在这场里面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 从来没有像当年的职亲 或者他们的家庭道歉 或者提供任何赔偿 只有中国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 1981年10月起草的 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 与总结承认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本来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 但在文革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 直到思想偏了 工作上有严重失误 造成劳民伤财 人民不满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